台湾在很多的国家 确实目前没有正式的邦交 所以说国会外交就特别的重要 也更显出这一次的重要性 由立委林楚英发起的台湾与匈牙利 斯洛维尼亚两国国会友好联谊会 宣告正式成立 众多立委纷纷出席相挺 林楚英期盼 疫情过去后 台湾与两国能进行实职的国会外交 那么当然也希望透过两位大使的努力 接下来也能够寻找 像上一次台阶之间的这样一个模式 让有更多的国会的交流 能够实质在台湾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 如果我们跟他多接近的话 那么我相信整个欧盟 就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林志佳也表示 匈牙利斯洛维尼亚与台湾同是民主国家 也对民主自由有所坚持 而今年7月 接任驻奥地利代表处大使的张晓月 也与驻匈牙利代表处大使刘世忠 亲自出席记者会 两人也将在当晚启程赴任 斯洛维尼亚 它的总理Yang Sa 其实对台湾很理解 也非常的支持台湾 国会议员友好联会的成立 我想对于我们将来 在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化跟发展 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帮助的力量 希望能够在经贸文化 甚至于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让更多的宣传地人知道台湾的美好 知道台湾民主的可贵 知道我们在防疫上面的一个 全球认证的这样一个可贵的成就 外交部感谢立法院成立联谊会作为平台 让台湾即使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 仍持续扩展外交空间 也期盼未来继续跟立委们 一同开拓更广泛的国际空间 新唐人亚特电视王冠林 叶云主台湾台北报道